老年痴呆很可怕 多吃这一道菜来预防 大家好,我是何医生 关注何医生,健康不挂科 在柳越刀公共卫生研究发表的一个结果 中国大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 轻度任职障碍的整体的患病率达到了15.5% 从这一个研究可以看出 老年痴呆的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 研究团队也指出 衰老伴随着大脑的海马体的萎缩 还有记忆相关区域的神经炎的衰退 这些因素导致了老年时代 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大脑的某些功能开始衰退 比如记忆力下降 日常生活中主要表现在 本来想说什么的突然之间 想开口了又一下子忘记了 比如说打开柜子拿东西 突然之间就忘记了自己 在找什么东西了 这些就是记忆力下降的一些常见的表现 于是很多人就开始害怕 自己是不是真的就得了这个老年痴呆呢 其实重点老年痴呆是不能根治的 不能根治 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在一刚开始 就提早的去预防它 我们尽量的去避免一些容易得老年痴呆一些风险的因素 平时要注意什么呢 才能尽量让自己不得这个老年痴呆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饮食方便啊 对预防老年痴呆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所以这里啊 跟大家介绍一款食疗方叫做黄花菜猪肉汤 那这个食材呢 包括这个黄花菜 100克左右 瘦肉200克左右 再加一些生姜 香葱等等 盐少许 那主要的做法就是 首先第一步呢 就是我们把这干的黄花菜放进碗里面 加一些清水 泡过这个黄花菜 大概泡了一个小时左右 泡到呢 就是没有这些黄水出来 然后呢 这个彻底的洗干净 然后放在这种煮沸的这种锅里面 搓一下水 然后呢 能够去掉一些水溶性的秋水腺件 不要太长时间 这样子呢 黄花菜的营养物质 才不会大量流失 那第二个 第二步呢 就是说 我们把这些猪肉把它切成宝片 如果追求这种口感的话 可以加一点点这种 就是蛋白 蛋清 那这样子的话 就再加一点点淀粉 那么这个猪肉的口感就会非常的好 那第三步呢 就是我们在锅里面啊 加一点点油 然后呢 放入这个黄花菜 跟切好的一些生姜 然后呢 加清水 大火煮开 大火煮开 那第四步呢 就是大火煮开以后 再煮一小段时间 然后呢 再把我们准备好的这些猪肉 把它放进去 那放进去呢 再次煮开 把这个猪肉煮熟以后呢 我们再加一点点的一个食盐 那再撒一点点葱花 那么这个黄花菜猪肉汤就做好了 那么我们可以一周呢 吃两到三次 也不用天天吃 毕竟呢 万事都是过有不及的 那么接下来就是重点内容了 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个黄花菜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黄花菜 它有这种建脑菜的一个别称 黄花菜在上海也叫金蒸菜 那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中医里面讲的 这个黄花菜 它是性贫胃肝胃苦的 贵肝脾胃精 它具有这种清热 厨师 厨房 解育安神 宽胸格 还有养血贫肝的 适合这种肝阴虚 肝肾阴虚 导致的失眠啊 健忘啊 或者说压力大 导致的睡眠差啊 比如说一些学生 他考试之前压力很大 睡不着觉 那这个时候喝点这张黄花菜 猪肉汤 是有这种解育安神 这些方面的作用的 所以呢 这个黄花菜啊 对于我们这种 我们说的干肾阴虚 导致的一些健忘 它是比较好的 那黄花菜 在一些本草里面啊 它还是入圣经的 能够这种健脑抑制 补圣的一个作用 所以黄花菜 对于这种大脑 是有一定好处的 一定程度上 可以预防这个老年时代 再配合上这个瘦肉啊 这种 我们叫做血肉有情之品 可以滋补圣液 那圣又是竹骨 生水啊 通脑的 如果补圣 补脑 那么黄花菜 猪肉汤 对于这种 肾虚导致的 记忆力减退的人群来说 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那第三个方面啊 从现代的一些营养学角度来去考虑的话 第一个就是黄花菜 它里面还有丰富的就是卵磷脂 那卵磷脂是大脑细胞的一个 营养成分之一 对增强或者改善大脑的一个功能 有非常大的作用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黄花菜呢 还有这些蛋白质啊 脂肪啊 钙啊 铁啊 维生素B1啊 等等这些营养物质 它对大脑的代谢 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说这个黄花菜被称之为 大脑最喜欢的食物之一 那么我们怎么选这个黄花菜呢 我们要选这种干的黄花菜 尽量不要选这种新鲜的 那新鲜的这种呢 它里面呢 有大量的这些秋水线材 会侵害我们中枢神经跟心脑血管 最后导致这种发热 呕吐啊 甚至危及到生命 所以呢 我们呢 要选择这种干的黄花菜 因为干的黄花菜 经过加工以后呢 这种大量的这种秋水线材 已经是通过加工以后流失掉了 就好像和手工一样 它生的时候是有毒的 治和手工 它的毒性啊 就大大降低了 所以 我们要选这种干的黄花菜 那么老年吃它 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我们可以去预防它呢 首先第一个 就是均衡饮食非常的重要 那除了多吃黄花菜以外啊 我们还可以多吃这些新鲜的蔬菜 比如说菠菜啊 香菇啊 西兰花啊 西红柿啊 水果里面 新鲜的水果里面 苹果啊 蓝莓啊 草莓啊 其实都是非常好 第二个呢 就是要保证这种优质蛋白的摄入 这种鸡蛋 鸡胸肉 鱼肉等等 那第三个呢 就是有些食物啊 我们要尽量少吃 比如说蛋糕啊 泡芙啊 奶酪啊 还有就是肥肉啊 这种油炸性的一些食物 烧烤啊 烤串等等 这些食物要尽量的去少吃 那第四个方面呢 就要坚持的学习 看书 都去跳舞等等 第五个呢 就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睡眠 早睡早起 那么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这个老年痴呆 它的一个预防啊 特别着重的 跟大家介绍的 这种黄花菜 猪肉汤的一个制作 黄花菜啊 对于我们大脑的一个方面的一个好处 另外呢 也跟大家讲了五个方面 来去预防这个老年痴呆 那老年痴呆啊 确确实实是不能根治 但是呢 它确确实实 大量的研究表明啊 它是可以去预防的 好的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在这些视频有帮助呢 欢迎转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让大家一起去关注这个老年痴呆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和医生看到以后 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去回复交流 关注和医生 健康博哥 我们下期再见